来关心地方的农业发展 瑞士乡农会因应极端气候 造成农产业的冲击 首都与东华大学能源科技中心USR计划 决定重新利用复兴集货厂 拆卸下来的太阳能板 重新活化无可查区农贯水井 而今天上午东华大学光电工程系副教授 白亦豪等一群人 在农会人员的陪同下现刊 并与释放的农库来说明取得公事 趴到大型蓄水池的上方 东华大学科技能源中心USR计划主持人 白亦豪与中心人员 在瑞士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 同样也为查农的理事长魏清和的陪同下 现刊足以评估 每一口井建置太阳能板绿能供电的可能性 透过这个计划想跟东华大学来做一个合作 那透过太阳能绿能的部分来自行发电 然后抽取这个地下水来供茶园来使用 那一方面就是节能减碳 那第二方面就是希望能够解决五合水的问题 极端气候的冲击近几年来 瑞水五合台地茶园农地高温干旱 作物农损情况越来越明显 而且干旱雨水少 农业用水吃紧 农民已抽水紧喷罐应急 但成本太高农民也吃不消 因此对于力能农产业的发展 农民高度兴趣 因为对我们农民来讲是很好 因为我们如果说抽电的话 一个月对我们来讲快十万块 像我两口井 有时候抽到一二十万 这费用对我们来讲相当高 润水箱农会结合东华大学能源科技中心USR计划 首先计划利用复兴集货厂拆卸下来的太阳能板 重新再利用 以东华大学专业技术 套用在茶区现有的农贯水井 借着绿能发电来抽蓄水进行灌溉 就可以利用上面的这个屋顶 大概建置3000瓦左右的太阳能电池的这个规模 那直接把这样的太阳能的发出来 电力直接跟我们的电网做并联 它就可以达到抽水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使用太阳光电的电力 那另外一边的这个电力的配置 我们就会在他们裸落在地表上面的这种蓄水池的上方 上方是一个还蛮平坦 大概有接近十五六坪左右的空间 那来建置一样容量的这个3000瓦的这个太阳能 这个四瓦并联型的系统 也是属于可以落实这样子的一个供电的一个需求 解决无惑台地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 除了农水属花管处积极建置排管系统 现在农会也尝试透过东华大学能源科技中心 USR计划合作 双管旗下除了解决农业供水问题 总管事黄胜黄进一步表示 也借此迈开瑞瑞科技农业发展的步伐 记者十一玉兰瑞瑞采访报道